大石山 怪石凌循,风卵交叠,因山顶有龙洞,也称为龙山。 三面世山,一面湖,临水竹牢神仙柱。 大石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美的自然风光,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旅游前景, 吸引了投资者江苏陶峰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目光。 他们辟山开路,种果栽树,蓄水养鱼,走出了一条以山水为背景, 以农业为特色,以休闲为主体的旅游发展路线。 2005年建成后的大石山旅游农庄,拥有山林地面积280公顷, 生态防护林80公顷,栽种特种水果60公顷。 园区内有水库塘坝8座,水面共12.8公顷, 总蓄水量达15万立方米。 都市农庄,生态家园,山心水秀,白果飘香。 这是每一位到过大石山旅游农庄的游客, 对着古老而年轻的世外桃源的赞美。 走进农庄,书人映入眼帘的是一排蜿蜿的竹楼, 这就是由江南第一竹楼之称的农庄主体建筑。 它长110米,内外装饰材料都由竹子组成。 建筑两头有长颜翘角的亭格, 中间有挑梁高处的楼台, 回廊扶栏全用竹竿, 偏接成装饰图案。 民族风格和自然山水有机地融为一体。 再看那临水的八栋单独竹楼, 更像是立在湖中的水上别墅。 主体竹楼和水上别墅都是大石山农庄的特色客房, 共拥有标准间四十一间, 大小会议室四个。 白天在这竹楼小气可以身杆垂掉, 或者靠在屋外的木制栏杆旁, 捧一杯热茶, 静静的品味, 静处的一汪湖水, 远处的连绵青山, 不觉有些心晃神怡了。 如果能住上一晚, 则可以欣赏新夜的小楼。 有新点灯火闪烁, 廊桥的路灯悠悠暗暗, 远近的山坡若隐若现。 今怀天下的游客, 远离城市的熏霄, 不正是为了欣赏这一自然的美景, 享受这份宁静的心静吗? 竹楼怀抱中的水潭, 名叫白龙潭。 白龙潭水一年四季, 清澈如镜, 波光灵灵。 水浅处, 柔软的青苔, 可悠闲的鱿鱼, 清晰在目, 一览无鱼。 水深处, 则是浓浓的水绿, 如同美丽女子, 情义汪汪的双眸。 潭中的小岛上, 赫然立着明朝开国君主, 朱元璋钓鱼的铜像。 据说当年朱元璋就曾经在这白龙潭上钓过鱼, 并在这里留下了, 烦于不敢招天子, 万岁君黄, 只钓龙的佳话。 中午时分, 有诱人的香气, 从一排灰式建筑, 向四处弥漫开来。 原来这是大石山旅游农庄的餐饮中心。 房屋顺山势而建, 高低错落, 黑瓦白墙, 圆门露窗, 古朴典雅。 摆上一桌农家菜, 杂宝鸡, 黄焖鱼头, 红烧扎干, 野山菌汤, 大力微鸡, 材料多是自产自销。 本地人说是土特产, 城里人却美其名曰绿色食品。 那好, 如果你是美食的游客, 不妨唱怀痛饮, 敬请享用。 更有时尚浪漫的青年, 在这里穿上堂装, 坐上大红花轿, 在农家唢呐锣鼓的伴奏下, 举办了颇具立洋风情的结婚典礼。 农庄最惹人的去处要算是百果园了, 头顶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葡萄藤, 左手边是一层层的杨梅树, 右手边是满园的梨树, 身上隐晕还可以看见枇杷树, 茶树。 这里共栽种了从中国果树研究所及外省引进的特种水果21种, 57个品种的明特优石令鲜果60公顷, 栽种白茶45公顷。 2004年被列为国家级无公害茶果生产适应基地, 生产的陶峰牌白茶曾获得过第六届中茶杯特等奖, 2005-06年度的上海国际茶文化金奖等诸多荣誉。 每年的3月到11月, 这里的鲜果茶叶一季又一季, 游客们兴致所致, 可以自己动手进圆来采摘一番。 人者乐山, 智者乐水。 来到大石山旅游农庄, 不爬一下大石山是会有遗憾的。 寻找五百年前诗人彭九令的家具, 踏入山中, 心一进入深野清新的空气里, 顿时晴朗和舒适起来。 攀山本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在这里却成了一种歉意的享受。 登临山顶, 急目远眺, 情深连绵, 满眼苍翠, 如诗如画。 对著名的, 还属十栋左侧山崖上一尺多见方的楷书, 壮观两字。 其旁赫然刻着, 杭李太白书的字样。 青山寒笑, 水寒情, 农庄盛庄, 银嘉宾。 在感叹这片大自然赋予其盛美景的同时, 更对农庄主人的魄力所深深折服。 前后五年的开发建设, 大石山旅游农庄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昔日的荒山野坡, 如今的旅游农庄, 以此带动的休闲农庄在立阳遍地开花。 到2008年, 农庄将全面形成山上可摘果, 湖中可钓鱼, 餐厅长土菜, 竹楼品乡名的, 观光休闲, 配套齐全的硬件软件环境。 因此吸引大批大都市的游客, 前来踏青房谷, 采摘尝鲜。 山还是这片山, 水还是这片水。 当这片古老的山水, 注入年轻的农业旅游的活力, 青山绿水就会散发出迷人的光彩。